草薑 金門太武山公墓的中列殿內 總統賴清德神情肅目 向陣亡的國軍官兵上香致敬 獻花 隨後來到千人種前 獻上花圈 並且向犧牲的國軍弟兄莫哀 古林投戰役75週年 賴總統25號特地飛往金門 主持追思祭道典禮 在823炮戰77週年之後 總統賴清德這次再度來到金門 也是520上任以來的第二次 今年一共有37名老英雄和眷屬 重返金門 平均年齡超過90歲 還包括今年國慶典禮上 領唱國歌的藍豫章 賴總統不僅和當年的參戰官兵合照 也蹲下來握手寒暄 剛下來就打仗 就打仗 謝謝你們當年 謝謝你們當年的參戰 還有前進門自衛隊代表抓住機會 送上兩本自己編的書 致此時賴總統不僅特地讓參戰老兵 站起來接受全場鼓掌致敬 也大談古林投戰役的重要性 古林投戰役 是國軍保衛 臺灣和平的第一場戰役 堅定的把握安定的基礎 羅馬民國得以在台本金馬落地升任75年 但共軍日前再度發動環台軍演 並且在距離台灣最近的牛山島實彈射擊 一度引起兩岸緊張局勢升溫 不能也不會讓任何外部勢力改變台本金馬的未來 古林投戰役的勝利也告訴我們 只要團結一心就能對抗威脅 只要堅定信念就必定能夠守護家園 再次來到金門最前線 賴總統維持一貫的兩岸立場 要以團結持續捍衛國家主權 近新聞直到黃宇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